娱乐频道美中和报道 娱乐频道美中的种种缺失 痛批史上最辣演唱会 杨宗伟在纽约的演唱会 本月定期点开唱 但却迟迟不开放入场 最后杨宗伟8点50分才登台 晚了减两个小时 上台后没有一句道歉 便直接开唱 唱了三首歌后 他离开舞台21分钟 只为换一件衣服 接住右上台唱了两首歌 再度下台 过了一下登台再上两首歌 并结束演唱会 期间一句话都没说 更在演唱中多次忘词 他离开舞台后 粉丝们再喊住了安可 但舞台登底却两工作人员 也开始打扫 据传这场演唱会票 价最高达一末元 却只听到了七首歌 让歌迷们当场 傻眼高喊 要退票 观众在微博曝光此消息后 引起众怒 主办方也PO我为没有告知官 重确些流程和工作人 原签证出问题道歉 并称杨宗伟往词 是因为院险不足 及时杀的缘故 其实杨宗伟 先前就曾透露 因为工作人 原签证问起 可能会去不成纽约 一次买下女主办方 合作不愉快的伏笔 杨宗伟的演唱会让歌迷 怒喊退票 资料照杨宗伟 增透露 纽约开 唱蓝行 摆设自阳总美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